晚安晚安 很簡單啦 其實2.5版本最大的 這個 改動 就是野區 最有最明顯的改動就是野區 跟我一下各位 現在2.5加的這個維加 他 技能打到小兵 他技能打到小兵 好像就會疊成 所以他 不知道我覺得他可能會有蠻強的因為畢竟 地圖小 然後工會嘛這個再研究 這個就先跳過不是重點 錄取直播 不知道我應該是不會用到 再來位置偏好沒什麼意義 排行榜出裝 電競懸角 這個這個這個好這個就好 造型 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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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過 好嘞 重點 英雄調整 阿里 阿里本來就該消一消啦 他太噁心了 其實這個刀沒有到很傷 但就是微調這算微調微微的削弱 我覺得也不算是這太大的重點 他還是可以玩肯定是可以玩的 再來下面 哀可喪 擺盪角度大於90度時撞到 地形的話 這個改動就還蠻好 不然好像之前會撞到牆壁對不對 他可能會沿著牆壁滾 那我覺得他會更靈活一點 這個就很像 端尤蓋倫的 應該說端尤 柯加斯的 大招會有斬殺線 好像是這樣沒錯 安妮 安妮真的其實蠻強的 說真的會玩得很強 龍炎護盾 前期比較多一點 但後期蠻少 護盾效果稍微降低 但是基礎數值 提高 但也算是削弱 他這個大招的話 少了50我覺得差很多 這個就差很多了 範圍少了50我覺得還是會稍微影響到 安妮的這個發揮 他基礎傷害少了40 但是他的燃燒效果 那個範圍提升了100 那還蠻遠的 他比較沒有辦法打一個爆發 就比較打一個持續吧 沒有上一個版本那麼誇張 他的持續 你看他這個效果提升蠻多的 所以代表他是 你大招玩他 你 沒有 太注意這隻熊的話 你可能會被他弄死 也說不定 從每秒觸發一次 每秒觸發四次 哇 這改動有點誇張 有點猛耶 這代表說 你一定要去注意這隻熊 你要是不注意他 你會被他拍死耶 我覺得這個安妮算是 我覺得算調整 因為他有削弱 但是他有增強 可是增強跟削弱的點都不一樣 不太相同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調整 他不算削弱或增強 但我覺得 他還是可以玩 畢竟他這個 這個燒的傷害我不知道 我要交那Bright來玩一下 然後艾希 唉唷多增加5%還不錯 10% 等一下艾希 輔助感覺更有局喔 艾希輔助 其實他後期 W 就是一隻 CD掃一直放 其實那個緩速其實蠻反的 我覺得他輔助還可以 龍獸已經夠慘了 他還消他 那這個龍獸很難搬出來啊 就是整個大消 這也是一個重點啦 卡蜜爾 一般我們會玩卡蜜爾打野 大多是 大多是依賴他的三技能去撞到 大型野怪之後 可以增加那個攻速 可以增加刷野速度 但是他這個改動 我覺得影響挺大的 就是 我覺得不是到不能打野 但就是 沒有之前那麼 那麼厲害了 但一等他要嘛就點W 要嘛就點Q 他不會再點三技能 之前會點一等點三技能 是因為他加攻速的輕野 那我覺得他現在這樣改的話 消費嗎 也不算 我這個必須要實測看看才知道 那我覺得 等一下我們來實測 等一下我們來實測 好不好 有人說 我們來實測 就要來實測 要來實測 然後我們來實測 可以用這個 看看 你要吃 看 看 我們來實測 我們來實測 希望 可以用這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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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下一個 我覺得他打線上會比較多 打野就不太那麼多 當然那裡怪造成110%傷害 這個也可以試試看喔 他們官方就會想把 那擺到打野位上面 因為魔攻打野說真的不多 那這個改動我覺得 在打野區也是實測過後才能知道 會不會你 是不是 會不會你 會不會一起來 可以 你會不會 牠會不會 我 раз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o more lies 緬菲斯的微調大招 確實要改 不然有時候感覺沒中 但我中了就很傻意 杜蘭德之盾 基礎傷害降低30 透血 小微調微調不重要 古拉格斯這個就算蠻消的 因為他前期多了10秒大絕 其實 蠻慘的 然後 基礎傷害前期也少了50 我覺得他算削弱 可是他也是一定拿得出來玩 他還是很強的一個角色 杜蘭斯是 好這個不重要 這個定身2秒 輔助的效果的強度 真的假的 打是打輔助 感謝訂閱 那這個調整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影響不大 那凱能這也算一個 還不錯喔 這個改動 因為 他這完全增加他的打線能力喔 好那 AD凱能也有可能會出來 機率很高 走外跑速加110 就是可能 他在打線上面會 會稍微強一些 李星這個改動也算蠻大的喔 通常 李星會很多反秀的操作 會運用到他的打二技能 瞬過去 然後普攻瞬間 再點二技能 就是重置普攻 然後他的吸血效果會蠻高 而且傷害會蠻高 但是他這次把他拆成兩個 就有點像平分的概念 但是他還是可以 重置普攻 可是 操作空間我覺得就沒這麼大 說削弱也不算 增強 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李星 一樣 這T0 他還是坐在那個 他還是坐在那個寶座上面 然後 雙腳翹的高高的 我跟你講我靈北就是他媽T1 不然你怎麼消就是T1怎樣 所以李星還是T1 OK 然後我再告訴T0 我等一下告訴你為什麼他是T0 尤其這個版本 拉克斯 增加0.1 不重要 努努 -0.4 還好 還好這還好 但是他Q 800了 剩800 治療降了 那麼多 算 大消吧 我覺得算大消 因為魯魯就是很依賴他的咬 他的咬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覺得他 會掉到T2 說不定 潘森大絕 欸不重要 不重要 然後雷紋的話 Q少5滴 那我覺得這個多增1秒完蛋 這個增加1秒其實 會很有感覺喔 我說真的 就增加1秒不要看只有一秒 那其實 在一個操作空間上面會影響到很多 所以我覺得雷紋這個算是偏大削 我覺得算大削弱 再來是 剛開始了 我就要回傳 不用要 然後龍女 加5% 但是 這個遊戲偷吃龍的這個 機會不高因為有地圖小 你偷吃龍很容易被發現 所以 再來看一下第二個好了 每秒加5滴 感覺也沒什麼 龍女我覺得還是 還是 不太能上來 這個還要再實測看看 因為我不常玩龍女 定生持續時間加0.25秒 小提升還行 R炮娘的話 減1秒 Q減1秒 單技能也減1秒 那我覺得 算是增強蠻多的我覺得 我覺得增強那個秒數其實差很多 這蠻王 各位 要小心啦 他不再是廢角啦 我覺得他這樣改完會很噁心喔 雖然他基礎物攻降低 但是他物攻成長提高 初始攻速也降低 但是他的被動 是重點啦 怒氣值的暴擊率加成 1.6%到3% 怒氣值到 110加倍 沒點怒氣值 獲得3.2-5% 代表說他更能 他沒辦法100層的時候加倍 可是 他這樣的話 平均起來會更強一點 再來是他 這個 打死單位的時候 會增加 這個 多多5點喔 那其實 還蠻多的 普攻命 這個就是 重點啦 普攻命中英雄 就像是 端游的致命節奏一樣 他直接給你加攻速 持續5秒 他持續5秒 冷卻才6秒而已 我等一下想玩玩看 蠻噁心的 打線會很強 所以他要暴擊 治療量 多0.2 還行 嘲諷 幅度變小 緩速幅度變小 還好 戰鬥狂怒賦予的額外攻速 依據技能提升至 55、65、75% 覺得能解釋一下嗎 這我不太懂 那我覺得蠻王打線可以試試看 霧空青也太快 真假的 我不知道 可疊的其實不重要 特爆發 稍微調整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 來到我們最 最重點 現在 在 那我來告訴你 2.5版本 為什麼是一個 野河的版本 用人效果 腰帶效果 打野 來了來了 這個 各位看好了 我來跟 跟你們分析一下 打野這個 為什麼 影響 怎麼 這一版本 是野河版本 第一個我們先看一下重擊 養狼流 養狼流崛起啊 破壞遊戲體驗真的 我玩過就知道 來吧 新增出重擊時可以從 野怪身上獲得額外 20%的金幣 代表說 我接一隻野怪 100塊 我有帶重擊後我打死他 我就是拿120塊 但是你 擊殺 獻上的 這個金幣跟 經驗懲罰就 多減了 多減了5% 正常合理 野怪 現在 重生時間多了15秒 你不要小看這15秒 在這個手遊節奏這麼快的裡面 15秒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我們先依照這一點 先記住這一點各位 先記住這個 多增加15秒重生時間 然後所有的賞金 你們來看一下 稍微 基本上所有的賞金都已經是 減低了 但是 我為什麼 我先跟各位講 我推薦 我推薦 你們的留言我等一下再回覆 我推薦 2.5版本 打反野套路會很好 為什麼 第一個 你假如你今天 因為一個遊戲裡面 遊戲就是公平分配 6灘野怪給對面打野 6灘野怪給我們打野 給自己打野 那如果說 我今天6灘吃完 對面去gank 我反而對面的2灘野怪 那我是不是吃了8灘野怪 那我吃了8灘野怪 他少吃了2灘 那代表我多了2灘加上他少吃了2灘 我是不是賺他4灘野怪 懂這個概念嗎 再加上這個重生時間變長 那他的經濟來源 也就會 變少 經濟來源的時間 也就會變短 變長 然後再來是 所有野怪 金錢降低 但是我帶重擊 這個另外講好了 前面這個野怪重生時間 加上 這個額外 20%金幣 代表說我今天 我反他2灘野怪 我賺了 多賺了40塊 這個20%的40塊 然後對面少吃了2灘 我多他4灘 我多他2灘 他少吃2灘 所以我總共賺了4灘 那我就是賺了 80灘 多他80塊錢 這是因為有這個 額外20%的金幣 所以為什麼我說 2.5版本反野會蠻強 也為什麼也是野河版本 就是因為 這個 20%金幣 跟這個野怪重生時間 還有這個降低 影響到的是 這種 發育型 AD啊 中路啊 什麼什麼的 後期要吃野怪 拿到錢會相對降 相對降低很多 但是對打野來說 反而是增強 為什麼 因為他有這個20%的外金幣 了解嗎各位 再來為什麼又是一個野河版本 我們直接先跳到這個預示者 預示者 他是直接 多了第2隻 巴龍 晚了3分鐘 然後不只他多了 第2隻 他這個改動喔 就是說 你打野去 撞那個塔會更痛 你更能帶著這個預示者去 滾雪球 就是打野可以自己 更能自己吸 所以這又是一個野河版本的重點 然後再來是巴龍這個削弱 不是削弱 巴龍這個 算是啦 巴龍這個 士兵額外傷害是減半喔 這個這個改得好 不然說真的 都應該很有感啦 對面 只要拿到巴龍 帶了一波兵進來 那真的很難守 所以我覺得 正式的改動 對打野來說 算是影響蠻大的 已經 2.5版本以前 就已經是打野 遊戲了 現在又是打野 又真 又讓打野這個位置更重要 所以 我們可以叫他打野一下過啦 真的 這打野太重要了 你打野 而且這改動說 打野 你不一定要去gank 你去 反野刷野什麼的都還不錯 2.5版本對於打野來說 會有更多的不同的打法 那這次改動 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你下檢查